接下来大家,我们就应该像学习任何一门编程语言一样,干嘛呀,学习一下加斯克日文这门语言的语法,那这都是必须的,知道吧,所以大家接下来呢,就学语法了啊,我有点像强调是吧,老师,这个标签到底定的哪比方合适啊,我跟你讲, 他可以写在AT名页面的任意位置上,写哪都行啊,但是呢,他也有自己一个基本写法规范,到后期咱们开发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该写哪比较合适啊,目前呢,我就写写的包地标签当中啊,没有你爸,好的,那么为了不让一位每次都当当当我来谈对吧,老师呢,这里边就给他注释一下好了啊,这导物这个呢,老师也得注释一下吧, 要不然咱们老师谈,这不爽啊,这叫什么样子啊,这叫做演示,加了语法,是吧,那么对于一门程序设计员来讲,这个语法当中的包含哪些部分呢, 这个是支持这个多行住室和大量住室的,通常情况下,注意啊,我说的是通的东西啊,包含家了,是包含Cash,通常。 算是高级了是吧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所 所包含的语法部分内容 所包含的语法内容呢 大概就是这么常见的几项 第一个什么 想家吧 第一个什么 关键字 你好 关键字 第二个呢 标识服务 第三个呢 注释 第四个呢 变量常量 第五个呢 这个们第一个想要数据内容 吹炸 我不瞧那个 变量行量还有什么 还有标识 运算服呗 你都有个数据了 这个运算嘛 三加四嘛 我说 六个啥呀 语句吗 第七个啥呀 函数吗 为啥有函数 哎 为啥有函数 因为要封装 因为要不用嘛 对不对 函数不就是作用嘛 咱们干嘛 第八个什么 数据嘛 为啥呀 那数据多了不得存嘛 偶尔 对象 C里面是成产数啊 那边窝数那么多了解 哎 到这儿能够员了吧 好了 我们抓这思路怎么样 去搞搞家 做的就可以了 好不好大家 聚集点事儿吧 来 我这个复习了就吧 关键是什么意思 该种语言中怎么样 被赋予了 特殊 韩 就意识什么 单诚是吧 是不是啊 这不是关键灯吗 大家 家里有很多 标识是什么东西 用于标识什么 用于标识 数据 和什么样 和这个 表达式的什么 表达式的符号 是吧 那可以通常可以理解为 可以理解为什么 在程序中 自定义什么 名称嘛 当然还有咱们原理 我们提供的名称嘛 程序中 在程序自定义 因为在程序中 自定义的名称嘛 是吧 比如什么呀 比如 变量名 韩宿名 数都是啊 简单嘛 大家 那这老师有没有 还是他写的名字 那他写的后 我写的 不都乐自定义嘛 是吧呀 就这意思吧 是吧 但是关键中呢 是复习特殊的含义的 是吧 注释呢 就不论 说什么 干嘛用的呀 读解 说明 解释 程序用的 第二个是 可以用你干嘛 小事 程序嘛 大家在这能学了吧 OK 这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些东西吗 对吧 你把这思路理解清楚以后 学任何一门语言 有什么区别啊 没区别吗 大家 是吧 那么大家这个变量什么意思呢 啊 长量一部写的好吧 那学N变的 二三四 是吧 A B C 这都长量 变量什么意思呢 变化的量这么理解的吗 啊 第一天听可以说 变化的量 O浪算就学识 现在这东西就不太合适了吧 变量啥意思 用于标识干嘛 内存中的是个一片空间 这个呀 那怎么就这样吧 用于标识的空间 干嘛用的呀 这个用于存储 用于存储数据 而且这些什么样的 该空间中的数据是可以 变化的嘛 这是变量嘛 哦 我一发 哎 完了 大家 谁能告诉 什么时候使用变量 这也很屌 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 讲的是突如的东西 家伟一样 当数据 对不确定的时候 是不是预先定一个 存储空间 四百分之间 这个先把这个 用空间 然后我就用空间操作 你空间放什么数 我是弄什么数啊 就是 说老师要对什么数操作 我也不知道 我就对俺 你俺是直几 我就操作几 这Operger 这就是变量 当数据不确定的时候 就定于什么 就定于变量来操作数据 OK 运算服务就服务在说了吧 是吗 运算服务就服务在说 为什么 因为就是能让数据进行什么 进行运算的符号呗 是吧 可以让数据进行运算的符号呗 是吧 语句是什么意思 啊 语句是什么意思 语句就是 用于对程序的什么 运行 流程 进行 控制 表达式 对吧 或者表达方式嘛 就这个意思嘛 老师别听懂 是什么 打空了 如果你是男的 就去男厕所 否则去女厕所 是控制一下吧 是不是控制你的运行流程啊 对吧 就这意思嘛 那运行有语句嘛 懂我意思吧 诶 狗子 然后呢 函数干嘛用的呀 啊 对嘛 用于对什么 对 功能在哪 进行什么 进行封装嘛 你便于什么 提高的话 不用这不就函数嘛 大家 今天搞什么东西 然后宿主呢 啊 是不是 对多数据干嘛呀 进行存储嘛 是不是便于操作呀 这个不就宿主的概念吗 是吧 就是什么 就是传说跟啥 容器嘛 对吧 我跟你讲 任何那门语言 你把那门语言的容器 你要用果然那手了 对吧 这门语言你用差不多了 对吧 差不多了 容器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学员干嘛 你学员不因为处理数据吗 对吧 那你学员往哪放 别人那边放 别人能从一个 那多数据怎么办 那就容器 往速度那边放 往极度那边放 哦 什么意思吧 哎 还有就是 往对象里边放 对象的学员出去呢 什么 啊 这个对象是啥东西啊 是吧 是吧 只要是 哎 基于对象的语言 啊 或啊 或二者 是什么 面 相对象的语言 那都存 都存在着什么啊 对象的 概念 那么 那么啥对象呢 对象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 封装体嘛 对象 哎 既可以怎么样呢 是吧 既可以封装数据 又可以封装什么啊 封装函数嘛 记住我意思吧 哎 找个对象 就找这个东西了 不变得非常方便吗 明了吗 哦 问了大家 呢 到这儿啊 就把这些 常见的语言说完了 那么大家 这个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高级 程序啊 设计语言 什么 具备的一些 共 啊 就是什么 啊 性内容啊 只不过 怎么样 哎 不是 只不过啊 只不过 那 各种语言 对什么 这些内容的 表现 不是 表 现行事有所 的吗 不同 但是 用 但是 这个 使用的 基本思想 是一致的 啥是一致啊 什么用变量 什么用函数 什么用数数 这个词 是必须一致的 哦 计数 要学 得学 这儿了 等我一致 把暴力玩 背十遍 有屁用吗 那个 没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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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